影片《我的家鄉》描述母子親情 帶入家鄉風景 樸實風格獲得台泰為電影節評審青睞 拿下手獎 我的家鄉 同時也是社會組第一名 泰國團隊開心抱走獎金16萬 由文化部及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指導 華視主辦泰國世界日報承辦的台泰為電影節 主題《家鄉的美好》 僅200組台灣跟泰國團隊使出渾身解數 學生組第一名 甚至找來李切娜擔任女主角 融入台灣山林美景 擁有職業級水準獲得肯定 感謝華視台泰電影節給我們這個平台 讓我們能夠有一個舞台 能夠讓更多人能夠看到我們的作品 參賽作品中有太極美意女主角 踏遍曼谷各地找尋對父親的記憶 也有影片融入家鄉傳統文化 台灣作品則闡述失智 青年返鄉等議題 用微電影說故事 也要擴展到其他的國家 讓我們的南鄉政策有文化做基礎 這次台泰為電影節 前三名還能免費由台灣或泰國 在新南鄉政策推動下 讓台灣和泰國更加深文化交流